而送飞机礼券署名老妈老爸瑞安航空拒收旅客傻眼 英国牛金骏一对夫妻收到儿子赠送价值100英镑 约台币4000元 瑞安航空Rionair礼券 计划10月搭机前往西班牙度假 不料瑞安航空却告知这对夫妻 礼券署名给老妈老爸Mum Dad 两人因姓名不符无法兑换礼券 每日邮报报道 60岁的凯瑟琳Kathryn Bowden 与59岁的理查Richard Bowden 决定利用34岁儿子尼克Nick Bowden 给的礼券前往西班牙度假 但今年4月订票时 瑞安航空却以旅客姓名不符 为由拒绝收受礼券 凯瑟琳说 我们致电瑞安航空 花了每分钟13分英镑的电话费 终于电话那头的先生向我表示 名字无法对应 我问礼券上面的名字是石魔 他回答亲爱的老妈老爸 Dear Mom Dad 我回应 那只是招呼与不是名字 保险人员称整起事件就是长闹剧 最后航空公司终于同意 重新发给两人礼券 瑞安航空发言人回应 根据公司合约条款 礼券上的姓名 必须符合护照上的姓名 维作友好表示 我们已经直接联系客户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廉价航空瑞安航空本月 才因柜台大牌长龙 被旅客谴责市场彻底的混乱 摆明旅客恐因航空公司 人力不足错过班机 伦敦史丹的Stansted Airport 机场解释 旅客大牌长龙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近日天气不佳 取消班机过多 旅客临时改定机票所导致 明镇本属аль内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